另一方面 美国司法部在2号宣布完成了一项打击暗网贩毒的国际执法行动 一共是逮捕了288名参与暗网非法交易 芬太尼和其他危险鸦片类药物的嫌疑人 本次执法行动在美国 欧洲和南美洲八个国家开展 由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欧洲刑警组织等八国执法机构合作完成 美国司法部长佳兰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国际行动的成果 并称这是一次涉案金额最高 逮捕人数最多的史上最大打击暗网贩毒的国际执法行动 共逮捕288人 其中153人在美国境内被捕 缴获非法枪支117支 毒品850公斤 以及包括现金和虚拟货币在内的5340万美元 佳兰说越来越多的毒贩正在转向暗网交易毒品 他警告称 暗网出售的毒品通常冠以品牌药物之名 实则是含有致命剂量芬太尼的假药 佳兰说希望犯罪分子不要心存侥幸 以为在虚拟世界中暗网匿名操作就能逃过现实法律的制裁 美国司法部将继续与国际执法机构合作 将暗网贩毒罪犯省之以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频 凤凰卫视频